三十二 聯合報 未來難非天重口未渣位 2015年7月11日生活A6隨止情台北報到你搭機時 未來就被留在登機門了 根據德國研究指出 飛機燦爛吃不是航空公司的錯 因在機上的低壓 乾燥環境 人的未來變遲鈍 航空公司為渣緊旅客的位 無不攪盡腦汁 改進條理方式 當飛機飛上三萬呎高空 氣壓 濕度降低 以伴隨而來的飛機噪音 恐讓人體發生變化 德國漢沙航空2010年委託研究機構 運用特殊的實驗室模擬機艙內狀況 減低氣壓 抽出濕氣 加入震動 讓受試者彷彿處在3.5萬呎高空用餐 研究結果發現 機上的低濕度和低氣壓 會讓人的味蕾出現變化 尤其對咸 甜的感受力降低百分之沙 此外 機艙內空氣乾燥也會影響臭角 吃進口中的食物比平常更活味道 也因此 為確保飛機餐終於原味 必須加入更多的調味料 負責中華航空等航空公司機上餐點的華線空廚指出 飛機餐最難重現原味的是精炸料理 因食物冷藏後再加熱容易變軟 因此炸蝦改用煎的炒爐筍改為豚湯方式料理 才會將餐廳即炒即煮的滋味 虎行透露 為供應如燕炸口感的頂瓜瓜餐 可下不少苦工 不僅炸雞的含水律 果粉律 業制入味時間重新計算 以赴的炸地瓜薯條也相當廢工 為因應機上壓力及溫度變化 重新調整地瓜的調味及先期加工方式 還要克服地瓜形狀不規則 大小不一等問題 詞曲曲 李宗盛